夫二仪之内 阴阳之中 为人最贵 人者禀受天地中和之气 法律礼乐 莫不由人 人始生 先成其经 经成而恼随身 投缘法天 足方向的 眼目因日月 五脏法五心 六腐法六律 以心为中极 大长长一丈二尺 以阴十二十 小长长二丈四尺 以阴二十四气 身有三百六十五落 以阴一岁 人有九俏 以阴九周 天有寒暑 人有虚实 天有行德 人有爱憎 天有阴阳 人有男女 月有大小 人有长短 所以浮食五骨 不能将节 冷热险苦 更相震处 共胃攻击 变成疾病 凡一整后 故事不易 又问而知之 别病深浅 明曰巧一 众景曰 凡玉和汤和药针酒之法 宜应经思 彼 通十二经脉 知三百六十孔穴 容胃气行 知病所在 一致之法 不可不通 蛇者上衣相色 色脉与形不得相失 黑尘赤者死 赤尘轻者生 中衣听生 生河五阴 火闻水生 凡闷干精 木闻精生 孔胃相形 疲者土也 生育万物 回注四磅 善者不见 死则归之 太过则四之不举 不及则九窍不通 六事必寒 犹如罪人 四季运转 中而复始 下一整脉 知病原由 流转移动 四时逆顺 相害相生 省知葬府之为 此乃为妙也 诊喉第四 夫欲礼病 先查其源 后其病机 五脏未虚 六腐未结 邪脉未乱 精神未散 夫要必活 若病己成可得半月 病逝己过 命将难全 夫整后之法 常以平淡 阴气未动 阳气未散 饮食未净 经脉未胜 落脉掉菌 气血未乱 经取其脉 知其逆顺 非其实不用也 生查三不久后而明及之 古之善为医者 上医医国 中医医人 下医医病 又约上医听生 中医查色 下医整脉 又约上医医未病之病 中医医愈病之病 下医医疾病之病 若不加薪用义 于是混淆 疾病者难以就义 何谓三不 寸观尺也 上部谓天肺也 中部为人 疲也 下部谓地 肾也 何谓久后 部各有三 何谓久后 上部天 两额动脉 主头脚之气也 上部的 两颊动脉 主口齿之气也 上部人 耳前动脉 主耳目之气也 中部天 守太阴 肺 知气也 下部的 守阳明 胸中之气也 中部人 守少阴 心之气也 下部天 足觉阴 肝之气也 下部的 足少阴 肾之气也 下部人 足太阴 肥之气也 何谓久后 夫行圣脉戏 少气不足以息者死 行寿脉大 胸中多气者死 行气相得者生 参五不调者病 三不久后皆相失者死 于一不以三不久后及四十之经 或用汤药倒错 真酒湿度 顺方治病 更增他及 遂至灭亡 哀哉真名 亡死者伴 可谓是无良一 为其解释经说 得水火风合合成人 凡人火气不调 举身真热 风气不调 全身强直 珠毛孔闭塞 水气不调 身体浮肿 气满喘粗 吐气不调 四肢不举 言无音声 火去则生冷 风止则气绝 水节则无血 吐散则生裂 然于一不思脉道 反治其病 使藏中五行共相克切 如火赤燃 虫加其游 不可不慎 凡似气和德 似神安和 一气不调 百一病生 似神动作 四百四病同时聚发 又云一百一病 不治自悦 一百一病 虚治而悦 一百一病 虽治难悦 一百一病 真死不治 张仲锦曰 欲疗猪病 当先以汤荡抵五脏六腑 开通猪脉 治到阴阳 破散路邪气润则枯朽枯朽 悦人皮肤 亦人气血 水能尽万物 雇用汤也 若四肢病人 风冷发动 次当用散 散能竹邪 风气施必表里移走 居无常处者 散当平之 次当用完 弯药者能竹风冷 破积聚 削朱尖脾 净饮食 调和荣味 能参和而行之者 可谓上宫 故曰一者一也 又曰不虚汉而强汉之者 出其惊意 枯竭而死 虚汉而不予汉之者 使诸毛孔闭塞 令人闷觉而死 又不虚下而强下之者 令人开肠 洞穴不惊而死 虚下而不予下之者 使人心内傲仗满凡乱腐肿而死 又不虚而强与久者 令人火邪 入腹 甘错五脏 崇家其凡而死 不虚久而不予久之者 令人冷截众宁 久而迷雇 气上冲心 无得消散 病毒而死 皇帝问曰 迎邪叛眼奈何 齐伯对曰 正邪从外袭内 而未有定舍 即迎于藏不得定处 与荣未俱行 而与魂魄飞扬 使人卧不得安而袭梦也 凡气迎于府则有余余外 不足于内 气迎于藏 则有余余余内 不足于外 问曰 有余不足有行乎 对曰 因圣则梦涉大水而恐惧 阳圣则梦倒大火而繁拙 阴阳俱圣则梦相杀毁伤 上圣则梦飞扬 下圣则梦堕坠 圣宝则梦雨 朝圆梦行云 圣姬则梦曲 朝圆梦卧云 甘气圣则梦怒 废气圣则梦恐惧哭泣 心气圣则梦喜笑极孔味 脾气圣则梦割勒体重 手足不举 圣气圣则梦妖极两解而不属 凡此时二圣者 智而谢之利己 绝气克于心 则梦见秋山烟火 刻于肺 则梦飞扬 见金铁支气奇物 刻于肝 则梦见山林树木 刻于皮 则梦见秋林大则 坏乌风雨 刻于盛 则梦见陵渊 梅居水中 刻于膀胱 则梦见游行 刻于味 则梦见饮食 刻于大肠 则梦见田野 刻于小肠 则梦见巨翼接渠 刻于胆 则梦见宋自枯 刻于阴气 则梦交接内 刻于向 则梦见斩首 刻于跨 则梦见行走而不能前进 即持取景挖中居 刻于股 则梦见礼节败贵 刻于包 则梦见搜逆便利 凡此时五不足者 智而不知利己 善证后者亦可深思此意 乃尽善尽美矣 史记曰 并有六不智 交字不论于理 一不智也 轻生重财 二不智也 衣食不能适 参不智也 阴阳脏气不定 四不智也 行雷不能服药 五不智也 性污不信依 六不智也 身后尚存 形色未改 并未入凑理 真药及时 能腔节调理 未以良衣 并无不悦 处方第五 敷疗寒以热药 疗热以含药 饮食不消以涂下药 鬼注骨毒以骨毒药 臃肿窗流以窗流药 风湿以风湿药 风牢气冷各随其所移 雷宫云 药有三品 病有三阶 药有甘苦 轻重不同 病有辛酒 寒温溢溢溢 重热逆滑 闲作药食饮食等 渔风并未至于并非对 清冷色 甘苦药草饮食等 渔热并未至于并非对 清热辛苦 淡药饮食等 渔冷并未至于并非对 其大网略险其原流 自渔状可知灵事至宜 当事私药 药对曰 敷重病积聚 皆起于虚 虚身百病 积者五藏之所积 聚者六福之所聚 如丝等级 多从旧方 不假增损 虚而老者 其必万端 宜因随并增减 古之善为医者 皆自采药 审其体性所主 取其时节早晚 早则要是未成 宛则盛世几些 经之唯一不自采药 且不为节其早晚 只供采取 用以味药 又不知冷热消息 分量多少 徒有疗病之心 永无碧月之效 此时福或疗父省其冷热 寄其增损之主耳 虚劳而苦头痛复热 加苟起 尾锐 虚而玉土 加仁参 虚而不安 亦加仁参 虚而多梦分云 加龙骨 虚而多热 加地黄 牡蛎 地夫子 甘草 虚而冷 加当归穷穷钱 将 虚而笋 加中乳 即 四肉 葱绒 八几天 虚而大热 加黄晴 天门东 虚而多旺 加福神远至 虚而经济不安 加龙齿 紫石鹰 沙餐小草 冷则用紫石鹰 小草 若克热即用沙餐 龙齿 不冷不热 无用之 虚而口钱 加麦门东 枝母 虚而兮兮 加胡麻 腹盆子 脖子仁 虚而多气肩尾壳 加五位子 大枣 虚而身强 腰中不力 加磁石度重 虚而多冷 加贵心 无猪鱼 腹子 乌头 虚而小便翅 加黄晴 虚而克热 加的骨皮 白水黄旗 虚而冷 用龙齿黄湿 虚而痰 腹有气 加生姜 拌下 纸石 虚而小肠粒 加桑飘烧龙骨机制 虚而小肠不粒 加茯苓 则蟹 虚而逆白 加厚蒲 猪药无有依依粒而用之 但具体性冷热 的香煮对 辽续增损之以余 入处方者以准词 用药第六 上药一百二十种卫君 主养命以阴天 无毒 多福 久福 不伤人 欲轻生意气不老 延年者本上经 中药一百二十种卫尘 主养性以阴人 有毒 无毒 斟酌其宜 欲可并补虚雷者本中经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卫佐食 主治并以阴德 多毒不可久福 欲除寒热邪气破机聚月疾者本下经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 法三百六十五度 每一度因一日以以臣一岁 被其数合七百三十名也 凡要有君臣佐食 以相宣舍 合合者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十 又可一君三臣九佐食也 又有阴阳配合 子母兄弟 根金花食 草食骨肉 有单行者 有相虚者 有相食者 有相畏者 有相恶者 有相反者 有相杀者 凡此七情 合合之食 用意试之 当用相虚相食者 良 勿用相恶相反者 若有毒一致 可用相畏相杀者 不耳物何用 又有酸咸甘苦心无味 又有寒热温良四气 即有毒无毒 因甘报甘 采造十月生熟 土地所出真伟成心 并各有法 其相食相畏七情列之如佐 处方之日 宜善就知 玉石上布 玉拳 为款冬花 玉蟹 二鹿角 丹沙 二瓷石为咸水 曾青 为兔丝子 石胆 水鹰 为史 为母贵 俊贵 圆花 心仪 白威 鱼牧 则谢为 石为妥甲 流水 二徐长青 中乳 蛇床子 兔丝子为史 二牡丹 玄石 母蒙 为子石鹰 香草 蒲销 为麦巨浆 销石 水为史 二苦餐 苦菜 为女玉 芒销 芒销 石为未史 二麦巨浆 繁石 甘草未史 二牡丽 花石 石为未史 二曾青 紫石鹰 长石未史 为扁青父子 布玉陀甲 黄莲 麦巨浆 白石鹰 二马木独宫 赤石之 二大黄 为圆花 白石鹰 二马木独宫 赤石之 二大黄 为圆花 黄石之 曾青为史 二细心 为非莲 扁青父子 白石之 曾青为史 二细心 为非莲 扁青父子 赤石鹰 松枝 为黄秦 太易于梁 杜仲 为史 为铁落 昌仆 备母 玉石中部 水银 为瓷石 银叶 二房己 为竹 孔宫叶 木兰 为史 二细心 杨起石 桑飘烧 为史 二则蟹 菌桂 雷丸 蛇褪皮 为免丝子 凝水石 为的鱼解八豆毒 石膏 鸡子 为史 二蟒草毒宫 石石 柴湖 为史 为黄石之 二牡丹 蟒草 玄石 二松枝 子 仁俊桂 石 华石 为史 为麻黄 玉石下部 清郎干 的水银梁 为鸡骨 杀习毒 玉石 的火梁 即真 为史 二虎掌 毒宫 物史 细心 为水 特生玉石 特生玉石 得火梁 为水 方解石 二八豆 带着 为天雄 大盐 漏炉 为史 草药 上布 六支 属玉 为史 得法梁 二恒山 为扁清 英臣 天门东 圆衣 帝皇 为史 为曾清 麦门东 帝皇 车前 为史 二款东 苦户 为苦餐 清香 竹 防风 帝鱼 为史 女尾 为蕁贤 为鲁贤 前帝皇 得麦门东 清酒梁 二贝母 为吴仪 昌仆 情娇 情皮 为史 二的胆 麻黄 远至 得福林 东葵子 龙骨梁 沙天雄 父子独 为珍珠 折连 黎卢 济哈 泽蟹 为海哈 文哈 蜀玉 子之为史 二干碎 菊花 竹枸杞根 桑根白皮为史 甘草 竹前期 苦餐为史 二远至 反甘碎 大忌 圆花 海枣 人参 福林 为史 二七灵反 黎卢 石湖 鹿鹰 为史 二以水石 八豆 为白江蚕 雷丸 牛熙 二营火 龜甲 鹿鹰 为车前 细心 曾清 早根为史 二郎独 山珠鱼 黄旗 为华石 萧石 反黎卢 独活 石为史 紫胡 半夏为史 二造夹 为女玉 黎卢 眼子 金子 亦以仁为史 二细心 干姜 西子 的金子 细心凉 二干姜 苦餐 龙胆 贯重为史 二房葵 帝皇 兔丝子 的酒粮 属于 松枝 为史 二环菌 八戟天 覆盆子 为史 二潮生雷丸 单餐 吉李子 乌头 为史 防风 二干姜 梨卢 白脸 圆花 杀父子 毒 落石 杜仲 牡丹为史 二铁落 为昌仆 贝母 黄莲 黄铃 龙骨 礼石 为史 二菊花 圆花 玄餐 白鲜皮 为东 圣乌头 解八豆 解八豆 毒 沙餐 二房脊 返黎卢 单餐 为咸水 返黎卢 天明经 圆衣 为史 史明子 诗诗为史 二大 子 穷穷 白纸 为史 续断 帝皇卫史 二雷丸 黄鞋 二龟甲 杜若 得心仪 细心梁 二柴湖 浅湖 蛇床子 二牡丹 八豆 贝母 茜根 为树菇 飞莲 得岛头梁 二麻黄 威贤 得琴皮梁 五位子 葱蓉 为史 二尾锐 圣乌头 草药中部 当归 二儒 为牧脯 海藻 牧蒙 秦椒 牧脯 为史 黄秦 山珠鱼 龙骨 为史 二瓷石 为丹沙 牡丹 梨卢 勺药 雷丸 为史 二石壶 盲销 为销石 甲 小记 返梨卢 甘江 秦椒 为史 恶 黄莲 黄秦 天鼠粪 沙瓣下 凉溶毒 本 恶如 麻黄 厚蒲 为史 二心仪 实为 葛根 沙野葛 八豆 百药毒 前湖 半夏 为史 二灶脚 为梨卢 贝母 厚蒲 白威 为史 二桃花 为青椒 玉石 莽草 反乌头 瓜楼 枸杞 为史 二干姜 为牛西 前妻 反乌头 玄餐 玄餐 二黄旗 干姜 大枣 山珠鱼 反梨卢 玄餐 玄餐 为史 二贝母 漏卢 兔丝子 有梨卢 石龙瑞 大极 为史 为蛇蜕皮 无猪鱼 石为 华石 杏仁为 史 得昌蒲良 苟记 碧蟹 为史 二败将 碧蟹 亦以为史 为奎根 大黄 柴湖 牡蜜 前湖 曲麦 草 牡丹为史 桑飘烧 白纸 当归为史 二炫复花 紫玉 宽东 为史 二天雄 曲麦 雷丸 远至 为英臣 白纤皮 二桑飘烧 结梗 茯苓 碧蟹 白威 二黄旗 大黄 大忌 干姜 前妻 大枣 山珠鱼 紫餐 为心仪 仙灵皮 属玉 为史 桑冬花 杏仁为史 得紫苑良 二造夹 萧石 玄餐 为备母 心仪 麻黄 黄情 黄莲 黄旗 清香 牡丹 为兔丝子 房己 阴夜 为史 二细心 为碧蟹 杀熊黄毒 女玉 为鲁贤 泽兰 房己 为史 得鱼 得法梁二卖门东 海藻 反甘草 草草草药 草药药药 被成 入住地 blogs unto 三却 报仇 圆花,绝名卫史,反甘草 择期,小豆卫史,二属玉 大忌,反甘草 勾吻,半夏卫史,二黄晴 梨炉,黄莲卫史,反细心,韶药,午餐,二大黄 乌头乌惠,莽草卫史,反伴夏,瓜楼,背母,白脸,白吉,二黎卢 天雄,远至卫史,二腹臂 父子,得胆卫史,二蜈公,卫防风,甘草,黄旗,人参,乌酒,大豆 贯仲,环骏卫史 半夏,射干卫史,二造夹,胃熊黄,生姜,干姜,琴皮,龟甲,反乌头 虎掌,鼠漆卫史,胃蟒草 鼠漆,瓜楼卫史,二贯仲 横山,为玉闸 狼牙,无疑卫史,二情交,地鱼 白脸,带着卫史,反乌头 白吉,子时音卫史,二礼时,礼和人,姓人 环骏,的酒粮,为鸡子 如,甘草,为史,二卖门东 净草,为树腹 下枯草,土瓜为史 狼独,大豆为史,二卖巨浆 鬼旧,为园衣 木药上部 福林福神,马俭卫史,二白脸,为母蒙,地鱼,雄黄,青椒,龟甲 脖子仁,牡丽,贵心,瓜子卫史,卫菊花,羊蹄,珠石面区 杜众,饿舌,鹅蛇退,玄餐 前妻,伴夏卫史,卫姬子 曼金子,饿乌头,石膏 母金石,防风卫史,饿石膏 五家皮,远至卫史,卫蛇退,玄餐 黄博,二前妻 欣宜,穷穷卫史,饿,五时之 卫昌仆,蒲黄,黄莲,石膏,黄环 酸枣人,饿房己 怀子,天雄,景天卫史 木药中部 后浦,甘姜卫史,饿则蟹,含水石,消石 山猪鱼,鸟石卫史,饿结梗,防风,防己 无猪鱼,鸟石卫史,饿单餐,消石,白饿,卫子石英 琴皮,大忌卫史,饿无猪鱼 战丝,解狼毒毒 芝子,解独 芹娇,厄瓜楼,防魁,卫瓷黄 桑根白皮,续断,贵心,马子卫史 木药下部 黄桓,鸟尾卫史,饿福林,防己 石楠,五家皮卫史 八豆,圆花卫史,饿 草,喂大黄,黄莲,梨卢,沙斑猫毒 薯椒,杏仁卫史,喂款东 鸾卫,史明,喂史 雷丸,历石,厚蒲喂史,饿葛根 漏炉喂史 造夹,脖子喂史,饿麦门东,喂空清,人参,苦餐 瘦上部 龙骨,的人参,牛黄粮,喂石膏 龙脚,喂前妻,薯椒,礼石 牛黄,人参,人参,喂史,饿龙骨,帝黄,龙胆,飞,喂牛西 白椒,的火梁,喂大黄 阿椒,的火梁,喂大黄 瘦中部 西角,松枝喂史,饿菌,雷丸 凌羊脚,兔丝子喂史 鹿绒,麻薄喂史 鹿角,杜仲喂史 瘦下部 米枝,喂大黄,饿干草 虫鱼上部 蜜�辣,饿圆花,奇蛤 蜂子,喂黄情,饶药牡蜜 牡蜜,被母喂史,得干草,牛西,远质,蛇床 凉蛳,凉蛳麻黄,无珠鱼,绿鱼 桑飘烧,喂炫腹花 海蛤,鼠漆喂史喂,狗胆,干碎,圆花 龟甲,饿沙餐,飞吗 虫鱼中部 服役,现实,云保卫史 喂皮,的酒粮,喂杰梗麦门东 蜥蜴,饿硫瘤黄,斑猫,五鱼 漏蜂房,饿干浆,丹餐,黄情,饶药,牡蜜 虫,喂造假,昌仆 骑草,飞虫喂史饿父子 甲,饿凡食 驼鱼甲,暑期喂史,喂狗胆,干碎,圆花 乌贼鱼鱼骨,饿白脸白吉 蟹,杀梁荡毒,漆毒 天鼠粪,饿白脸,白威 虫鱼下部 蛇腿,喂磁食吉酒 腔梁,喂羊角石膏 斑猫,马刀,喂史,喂八豆,单餐,空亲,饿夫亲 得胆,饿干草 马刀,得水粮 裹上部 大灶,杀乌投毒 裹下部 杏仁,得火粮,饿黄旗,黄芹,葛根,解锡,糊粉,毒味蟒草 菜上部 冬葵子,黄芹喂史 菜中部 石,解离卤毒 米上部 麻粉麻子,喂牡蛎,白威,饿芙苓 米中部 大豆籍黄卷,饿午餐,龙胆的前壶,污秽,杏仁,牡蛎粮,杀乌投毒 大麦,食蜜味,食蜜味,食蜘蛇 酱,杀药毒,火毒 又一百九十七种有香制食,其余皆无,故不被录 或曰,古人用药至少,分两亿轻,差并极多,官君储方非不繁重,分两亿多 而差并不及古人者何也 达曰,古者日月长远,药在土中,自养经久,气味真实 百姓少欲,摒气中和,感病轻为,亦为医疗,经时日月短促,药力轻虚,人多巧诈 感病厚重,难以为医,病轻用药虚少,病重用药极多,此则医之亦于,何足怪也 又古之医,有字将采取,因干报干,皆惜如法,用药必依土地,所以至时得久 经之医者,但知者卖楚方,不为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心尘虚实,皆不惜 所以至时不得五六者,是由于此,夫楚方者常需加义,重复用药,药乃有利 若学古人,徒字物耳 将来学者需享受之 凡紫石鹰白石鹰珠沙雄黄硫黄等,皆需光明映彻,色里先进者未加,不然 令人身体干燥发热口干而死 凡草食药皆需土地兼食,气味浓烈,不耳,致病不悦 凡狼独只时橘皮扮下麻黄无猪鱼,皆欲的陈酒者粮,其余为虚精心也 和和第七 问曰,凡和和汤药,至猪草食虫兽,用水深树消杀之法则云合,答曰 凡草有根精之叶皮骨花时,猪虫有毛赤皮甲头足尾骨之鼠,有须烧链炮制 伸手有定,亦如后法,顺方者福,逆之者秧,或须皮去肉,或去皮虚肉,或须根精 或须花时,依方炼制,即令尽节,然后申合称两,物令参差,要有相生相杀 气力有强有弱,君臣相礼,左使相持,若不广通诸经,则不知有好有恶 或依自以益加减,不依方分,使诸草食强弱相欺,入人腹中不能治病,更加增 草食相反,使人迷乱,力胜刀剑,若调和的锁,虽未能治病,游得便利无脏 于并无所增据,立曰,诸经方用药,所有熬 链接度,接角注之,经方则不然,与此偏具调之更不凡方下别注也 凡药,制则熬泡气,然后平之以充用,不得生成 凡用食药及玉,结碎乳米粒,免里内汤酒中 凡中乳等珠食,以玉垂水盐,三日三夜飘炼,物令集细 凡银蟹,以水银河成泥 凡玉食,赤泥团汁,入火半日乃熟可用,人不得过汁,不炼生入药,使人破心肝 凡普销凡食,稍令之静,乃入完散,盲销普销接角汤气,内汁中,更上火两三沸 凡汁中,用丹沙熊黄者,熟墨如粉,灵符内汤中,角令调和符之 凡汤中用丸物,结破破,干枣之子之类是也用细合物,易打碎 山珠鱼五味,紫瑞绝明子之类是也,细花子物,正耳丸用之,炫富花,菊花,地夫子 葵子,之类是也,米麦豆贝,易丸用之凡橘皮,无珠鱼胶等,入汤不举 凡珠果食人皆去煎及双人者汤柔 去皮,人皆之,用之子者去皮,用蒲黄其汤尘下 凡麦门冬,生姜入汤,接切,三倒三角,取汁,汤尘去紫下汁,煮五六肺 依如申树,不可供药煮汁,易法薄切用 凡麦门冬,皆为润抽去腥 凡麻黄,去结,先别煮两三肺,略去媚,更易水如本树,乃内鱼药 不耳令人凡寸斩汁,小草,取麦五分斩汁,细心,白钱三分斩汁,高中细错也 凡牛稀,十壶等入汤酒,拍碎用之,十壶入完散者,先以针锤及打令碎,乃入,曰 不耳倒不熟,入酒亦然 凡桂,厚谱,杜仲,秦皮,木兰之辈,皆消去尚须软甲措,取理有味者秤之,福林 株林,血除黑皮,牡丹,八几天,远至,野葛等,皆垂破去心,子欲洗去土 爆肝乃乃衬之,蟹白竹白,除青令静,莽草,石南阴玉,泽兰,踢取叶及嫩精 去大之,鬼就黄莲皆除根茅,食为,心仪,是去茅,心仪又去心 鼠胶去闭口者吉木,用大枣,乌梅,皆去河,用鬼剑,削取羽皮 凡福林烧药,补药虚白者,谢药为赤者 凡兔丝子,宣汤淘汰去沙土,前露,宣九字经移塑,露出,豹为白导之 不敬者更以九字,金三五日乃出更晒,为干导之,须更西径,及易碎 凡用甘草,厚谱,止食,食南,阴玉,梨卢,造夹之类,皆致之,而止食去嚷 梨卢去头,造夹去皮子 凡用焦石,为熬冷汗出,则有势力 凡汤完散,用天雄,父子,乌头,乌晦,侧子,接糖灰泡,另为拆,削去黑皮 乃秤之,为浆腹汤及高酒中生用易削去皮 乃秤之,直里破做七八片 凡拌下,热汤洗去上滑,移去时洗四破,乃秤之,以入汤,若高酒完散,接糖灰泡之 凡八豆,去皮心磨,熬令紫色,陶仁,杏仁,亭丽,胡麻,朱有之高摇,接熬黄黑 别倒令如高,指墨是敏敏儿,乃已向陈散稍稍下旧中,和盐桃,令消散 乃腹都以清卷筛之,虚敬,又内旧中,依法倒数百除也,汤膏中虽有生用者 并倒破 凡用麦破驱墨大豆,黄卷,泽兰,无仪,皆为炒,甘薯炒令烟断用乌梅 入完散者熬之,用熟爱者先炒细薄,和猪要倒,令细散不可筛者,内散中和之 凡用猪毛与齿牙体,甲,龟,铃,鲤等甲,皮,肉,骨,脚,筋,鹿,绒,绒,等 接至,蛇褪皮为至 凡用斑猫等猪虫,接去足斥,围熬,用桑飘烧,中破制之,牡蛎熬令黄色 将残封房为炒之 凡汤中用摄香,西角,鹿角,领羊角,牛黄,须墨乳粉,领浮内汤中 角令调合浮之 凡完散用胶,先至使通体肺起躁,乃可倒,有不肺处,更致之,断下汤汁而用之 物质,猪汤中用阿胶,接角汤壁,内汁中更上火两三肺,令羊 凡用蜜,先火煎,略去末,令色为黄,则丸经久不坏,略知多少,随蜜经粗 碎至大愁,鱼丸米加 凡完中用辣,羊头少蜜中,嚼掉以合药 凡汤中用移糖,接汤沉下,猪汤用酒者,接凌熟下汁 凡要有移完者,移散者,移汤者,移酒自,移高尖者,亦有一物兼移者 亦有不入汤酒者,并随要性,不得为之,其不移汤酒者列之如佐 猪沙,熟入汤,磁黄,云母,养起石,入酒,繁石,入酒,硫磺,入酒 中乳,入酒,孔公叶,入酒,玉石入酒,银蟹,白鳄,铜鼻糊粉,中丹 鲁咸入酒,石灰入酒,黎灰 幼石类衣十七种 野葛,狼独,独公,鬼旧,莽草朔吊,入酒,八豆,植竹,入酒 造甲,入酒,环骏,黎卢,如,贯仲,入酒,无疑,雷丸,狼牙,冤尾 吉黎,入酒,女玉,尔,紫薇,入酒,威贤,入酒,白吉,母蒙,非莲 蛇贤,湛丝,心仪,石南,入酒,冻石,虎杖入酒 丹字,虎杖,续根 杨桃,入酒,玛伯,苦户,瓜地,智梨,狼拔子,入酒,云石,怀子,入酒 德夫子,蛇拔子,入酒,清香子,冲卫子,王部流行,西子,兔丝子,入酒 幼草木之类四十八种 蜂子,蜜辣,白马精,狗鹰,雀卵,鸡子,熊雀,福义,鼠腹,出鸡,萤火,瘟 江蚕,蜈蚣,蜥蜴,斑猫,圆青,亭肠,蛇胆,虫,非莲,楼姑,马刀,者葵 虾,尾皮,生鼠,生龟,入酒,瓜牛,猪乌兽,入酒,虫,鱼,高,骨,碎 胆,血,使,逆 幼虫兽之类二十九种 古称为有诸两,而无分明,金则舍十数位一诸,六诸位一分,四分为一两 十六两位一金,此则神农之称也,无人以二两位一两,随人以参两位一两 金一四分为一两称为定,方家凡云等分者,皆是完散,随并轻重 所需多少无定珠两,参种五种皆息分两同等二,凡完散云若干分两者 饰品珠要宜多宜少之分两,非必止于若干之分两也,甲令日服参方寸比,需差值 是三无两要尔,凡散要有云刀归者,十分方寸比之一 如无同子大也,方寸比者,作比正方一寸超散,取部落位度,浅比者 以大浅土全超之,若云半浅比者,则是一浅超取一边尔,并用五珠浅也,浅五比者 今五珠前边五字者已超之,亦令部落位度,亦搓者四刀归也,十搓位一勺 两勺位一合,以要申分之者,为要有虚实,轻重不得用精两,则已申平之 要申方做上银一寸,下银六分,申八分,内散要,勿按一支,正而为动令平掉耳 今人分耀,不复用此,凡玩耀有云如细麻大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 但令较略大小相称耳,如属素者亦然,以十六属位一大豆也,如麻子者 即经大麻子,准三细麻也,如胡豆者,经青斑豆也 以二大麻子准之,如小豆者,经赤小豆也,立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 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如无童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比三 以密合的如无童子时丸未定,如弹丸及鸡子黄者,以时无童子准之 凡方云八豆若干梅者,立有大小,当先去心皮,乃秤之,以一分准十六枚 父子乌头若干梅者,去皮壁,以半两准一枚,指食若干梅者,去嚷壁 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早有大小,以三枚准一两,云干将一类者 以半两味正 本草云一两味正,凡方云伴下一身者,喜壁,秤无两味正,焦一身,三两味正 无诸鱼一身,无两味正,兔丝子一身,九两味正,眼子一身,四两味正 舌贤子一身,三两半味正,得夫子一身,四两味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子一身者 其子各有虚实,轻重不可通以称准,皆取平身为正 凡方云柱一尺者,削去皮壁,重半两味正,甘草一尺者,重二两味正 云某草一树者,重三两味正,亦把者,重二两味正 凡云蜜一经者,有七合,朱膏一经者,一身二合 凡汤酒高摇,旧方皆云举者,未称臂,导之如大豆 又使吹去细末此于世书不云当要有一岁难岁,多莫少莫,趁两则不负均 经皆细切之教略令如举者,乃得无莫而片力调和也 凡云莫之者,未导筛如法也 凡完散,先细切暴躁,乃导之,有各导者,有何导者 并随方所言 其润施药如天门东干地皇辈,皆先切暴干独岛 令偏碎,更出细剥,暴干 若知英语,可为火烘之,既造小亭冷,乃导之 凡施药,造皆大号,当先增分两 虚得谢乃称之为正,其汤酒中不需如此 凡筛完药,用重蜜卷,令细,余蜜丸即一熟 若筛散,草药用清卷 鱼酒中浮及不逆,其实药易用细卷筛,令如玩药者 凡筛完散药壁,皆更合于旧中以楚导之数百过 是其色礼和同味家 凡煮汤,当取景滑水,即令静节 生豆分量物使多少煮汁调和,后火用心 亦如练法 凡煮汤,用为火,令小肺,其水数一方多少 大略二十两要用水移豆煮,取四身 以此为律,皆较去子,而后酌两也 然则利汤愈深,少水而多取之者,未并需快利 所以少水而多取之,补汤愈熟,多水而少取之者,未并需不易,是以多水而少取之 好祥是之,不得令水多少,汤愈,用心不良人以齿木角之,成去硬拙,分在三伏者 第二第三复以止腹令蜜,物令泄气,玉浮以同气于热汤上暖汁物令气中有水气 凡自药酒,皆需切细,申卷待胜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树,是其浓烈 便可露出,不必呆至酒境也,子可暴躁,围倒,更自饮之,亦可散服 凡见终胜利珠补汤子,和两剂加水煮结,饮水一滴一剂新药,凭人当依此用 皆因先暴令造也 凡和高,先以苦酒自,令烟夹,不用多汁,密腹误泻,云醉食者,周食也 从金淡至明淡,亦有止衣素,主高当参上参下,以泻其热事,令药味得出 上之时扎扎肺,乃下之,取肺尽两酒乃止,凝欲小生,其中有泻白者 以两头为胶黄味后,有白指腹子者,亦令小黄色味度,朱房皆物令精水 腊月者弥加,脚高亦以心不脚之,若是可服之高,高子亦堪酒竹饮之,可磨之高 高子则已已传并上,此盖欲坚尽其要力故也 凡高中有雄黄,朱沙被,皆别倒戏言如面,须角高壁乃投中,以物己角,置于宁强 物使审聚在下不条也,有水饮者,于宁高中言令消散,胡粉一耳 凡导药法,烧香洒扫尽结,不得杂雨宣呼,当时童子导之,物令细熟 处术可致千万处,过多未加 凡和盛气属欲及诸大补五食,大赦香丸,金牙散,大酒坚高等,和十坚食 并误令妇人小儿产母丧效故及六根部聚族人及鸡犬六畜等见之大忌切一圣之 齐续命汤麻黄等猪小汤,不在禁忌之线,比来田野下李嘉英式的药 随便是上故人导荷,非指猪不如法,至于石狐,兔丝子等难导之药,费人功力 另作导者引主吸道气之,又为尘埃会气入药中,罗筛粗饿,随风飘扬,重口长之 重鼻袖之,药之精气一切都尽,与朽目不疏,又复服而不能尽如法,服尽之后 反如虚损,遂磅依者处方不孝,夫如此者非依之旧,自圆八亿圣物,以熟思之也 服尔第八 若用毒药致病,先启如鼠素,并去疾止,不去背之,不去拾之,取去维度 并在胸隔己上者,先食而后服药,并在心腹己下者,先服药而后食 并在四肢血脉者,以空腹而再淡,并在骨髓者,以饱满而再业 凡服完散,不云酒水饮着,本方如此是可通用也 凡服立汤浴的清早,凡服汤,浴的烧热浮之即易消下不土,若冷则土藕不下 若太热即破人咽喉,物在用意,汤必须澄清,若灼令人心闷不解 中间香去如步行十里酒再服,若太促术,前汤未消,后汤来冲 必当吐腻,人问病者腹中要消散,乃可禁服 凡服汤法,大约皆分为三腹,取三身,然后成病人骨气强劲 一服最需多,次一服渐少,后一服最需少,如此即胜安稳 所以病人于后气力渐为,故汤需渐少 凡服补汤,欲得服三身半,咒三夜一,中间兼食 则汤气盖罐百卖,亦得要力 凡服汤不得太缓太及也,又须佐 又养腹卧各依,时请及汤是变形腹中,又于是中行 皆可亦百步许一日 误出外及大意,凡服汤,三日常济酒,原汤济酒固也 凡服制风汤 第一服后服取汤,若得汤急需薄腹,物令大汗,中间亦需坚实,不而令人无力 更亦需雷 凡玩要皆如无童子,补者十玩未使,从一服见家不过四十玩,过亦损人 云一日三度服,欲得饮日多时不阙,药气见自勋真五脏,积酒未加,不必顿服 早敬为善,涂气民药,获益甚少,凡人四十以下,有病可服谢药,不慎虚服补药 避若有所损,不在此限,四十几上则不可服谢药,须服不要 五十几上四十物却不要,如此乃可延年,的养生之术而,其方备在第二十七卷中 素问曰,时即谢之,须即不知,不须不时已经调之,此其大略也 凡有脏腐积聚无问少长,须谢则谢,凡有虚损,无问少长,须补及补 以一凉度而用之 凡服制漏肝等药,皆肾珠基于有等,至差 凡服谢药,不过以利未度,圣物过多,令人下利无度,大损人也 凡朱恶窗,差后皆百日盛口,不耳即窗发也 凡服酒药,欲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得要利,多少皆以致未度 不可令治醉及土,则大损人也 凡服药,皆断生冷作华,猪犬鸡鱼,油面蒜及果实等,其大补完散 妾即尘臭素质之物,有控清即食生血物,天门冬季鲤鱼,白竹即桃鲤鲤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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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草即无仪,甘草即松菜,海藻,细腥即生菜 兔丝子即兔肉,牛腥即牛肉,黄莲,结梗即猪肉,牡丹即狐虽,梨鲤即梨肉,半夏 昌仆,即頤唐即羊肉,横山,桂腥即生葱,生菜,商鹿即犬肉,茯苓即醋物 脖子仁即湿面,八豆即芦苇根即猪肉,甲即献菜 凡服药,既见死尸及产妇会乌处之,兼及愤怒忧劳 凡耳汤药,其周时肉菜皆需大熟,熟及易消,与药相宜,若生则难消,复损药力 仍需少食菜及应物,于药未加,亦少净盐醋奶善,亦不得苦心用力及防事喜怒 是以致病用药力,为在时至江席得力,太半于药有益,所以病者物在江席洁慎 洁慎之至,可以长生,其为月病而己 凡服蟹汤及朱丸散酒等,至时时需食者,皆先于一口冷醋饭,需于乃净时未加 凡人呼吁风发,身心顿饿,或不能言 有如此者当服大小续命汤及西周续命排风月壁等汤,于无风处密室之中 日夜四五复,物计计数多少,亦物律须,长使头面手足复备汗出不绝为佳 服汤之时,汤销及时周,周销及服汤,亦少于羊肉或浆补,若风大众者 相续五日午夜服汤不绝,即今二日停汤,以根获自补将袭四体,若小拆即当停药 渐渐将袭,如其不差,当更服汤公之,以差为始 凡换风服汤,非得大汉,其风不去,所以诸风方中,皆有麻黄 至如西周续命即用八两,月壁六两,大小续命或用一两三两四两,故知非汗不差 所以诸风非密室不得,则服汤药,涂自耳,为更加增,未见损减矣 凡人五十几上大虚者,服三十根生,圣物用五十也,四十常以平淡服一二生 暖饮终身勿绝,即一食物食算油猪鸡鱼而鸭牛马等肉,即无并矣 要藏第九 存不妄王,安不妄为,大圣之至教,求明之末,续明之隐,贤人之用心 所以神农究极百要,皇帝转路真经,皆备玉之常道也,且人科债多起仓足 不与人骑,一朝阴己,起尘之旧,想诸好事者可助要藏用,以备不渝 所谓其心虽为,所旧为广,见诸是路之家,有善养马者,上铸马要数十斤 不见养生者有处人要一资猪,以此类,即可溃矣,贵处而贼身,成可修矣 商人呼不问马,此言安用灾至如人或有公私使命,行卖鞭鱼,得即不毛,要勿焉出 呼逢杖利,肃不资助,无以救疗,遂拱手待毙,以至天没者,思慰自至,岂是罔痕 何者,既不能身心以自慰,一朝至此,何叹息 知晚灾,故致要藏法,以防为待云耳 食药,灰土药,水药,根药,精药,叶药,花药,皮药,紫药,五谷,五果,五彩 猪瘦齿,牙,骨,脚,体,甲,皮,毛,尿,食等药,酥水,乳酪,蹄壶,食米 砂糖,乙糖,酒醋,焦躯,薄尺等药 又见药衣食收彩,以注藏之,重置之药不收彩也 趁豆生和铁臼,木臼,眷罗沙,罗马尾,罗刀针,玉锤瓷,磁波大小,铜钓,当斧铜铁池等 又何药所需,即当玉柱 凡药皆不玉鼠鼠晒暴,多见风日,气粒即薄些,移鼠之之,诸药味即用者 后天大秦时,鱼猎日中报之,令大甘,以心瓦气注之,泥头蜜蜂,须用胎取 即即风之,物令中风湿之气,虽今年亦如新也,其完散以瓷气,蜜蜡风之 物令泄气,则三十年不坏,诸性人及子等药,玩气注之,则属不能得之也 凡注药法,皆虚去的三四尺,则吐施之气不中也 贝极千金药方卷第一 贝极千金药方卷第二,妇人方上 求子第一,论六首九法六首方十五首转女为男法三首 论曰,夫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任身产崩伤之一故也,是以妇人之病 彼之男子十倍难聊,经言妇人者,众因所及,常与失居,十四己上,应气服矣 百想精心,内伤五脏,外损滋言,月水去流,前后交互,淤血停宁,中道断绝 其中伤多不可拒论,伸熟二脏,虚实交错,恶邪内漏,气脉损结,或饮食无睹 损伤非一,或创一味月,便和阴阳,或便立于玄策之上,风从下入,便成十二故急 所以妇人别立方也,若是四时结其未病,虚实冷热为患者,故与丈夫痛也 为怀胎任身而邪病者,避其毒药而,其杂病与丈夫同,则散在诸卷中,可得而知也 然而女人是欲多于丈夫,感,并被于男子,加以此恋爱增极度优惠 染者兼劳,情不自义,所以未病更生 辽之难差,故养生之家,特需教子女学习此三卷妇人方 令其精小,急于仓足之秋 何忧畏也,夫似得者,女子立身之书姬,产欲者,妇人性命之常物,若不通明于此 则何以免于妖网者哉,故传母之徒亦不可不学,长一善,写一本,怀写随身 以防不于也 论曰,人之情性皆怨贤己,而即不及人,至于学问,则随情逐物度于事也 据肯专一推求,至理,莫不虚弃光阴,眉岁无益,夫婚因养育者,人伦之本 王化之目,圣人设教,悖论觉止,后生莫能经小,灵世之日,耳若愚 事则图愿贤己,而即不及人之谬也,思时不达贤己之趣,而妄讯须生以终无用 经据述求子之法,以以后四,同志之事,或可懒焉 论曰,夫欲求子者当先知夫妻本命,五行相生,即与得合 并本命不在子修费死目中者,则求子必得,若其本命,五行相克,即与行杀冲破 并在子修费死目中者,则求子了不可得,甚无错意,纵获得者,于后中一类人 若其相生并欲服得者,仍须依法如方必诛禁忌,则所诞生儿子,尽善尽美 难得据成以 禁忌法受胎时日推王相贵素日法在二十七卷中 论曰,凡人无子,当为夫妻具有五劳七伤,须雷百病所致,故有决四之殃 夫至之法,男夫妻子散,女夫子时门冬丸,急作药荡煲汤,无不有子也 妻子散至丈夫风须木案,精气衰少无子,补部足方 五位子,母精子,兔丝子,车前子,西子,石狐,蜀玉,前帝皇,杜仲,鹿荣 远至,各入珠,父子,舌贤子,穷穷,各六珠,山珠鱼,天雄,人参,福林 黄旗,牛西,各三珠,贵心,十珠,八几天,十二珠,葱蓉,十珠 中乳粉,八珠 幼二十四味,至下筛九伏方寸笔,日二,不知增至二笔,以知味度,静如药法 不能久者,密合完福意的,一方家父盆子八珠,求子 感谢观看